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本身都是做海上海的 之後就回到泰國 東南亞地方 見到芥茵點麵包又好吃 點炸東西 油條又好吃 歌歷都可以做出來 點炸東西都更好吃 這個技巧主要是材料一定要舊 就是芭蘭葉 一定要打水 然後攪拌好 分量一定要比例高一點 芭蘭葉 味道出得好一點 之後煮的時候 所有材料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攪拌它 用筷子隔開 之後就要用水 即是隔開水煮 之後就慢慢煮 煮到它慢慢結身 煮到它熟了 變成一個醬 芭蘭醬 隔水煮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因為它有蛋黃 用筷子隔開水煮 因為不能用筷子隔開水煮 一定要用筷子隔開水煮 就好多了 搓這個歌歷 第一次要用蛋白 大概四五隻 太少的蛋白就打起了 最少四五隻就打起了 打起上來 之後就放些麵粉 三粉 拌勻 打勻 打到它頸身 沒有打到它很泡 炸出來又不夠實 煮的時候 煮的時候 就 用油鍋 淋的時候會脹身 很漂亮 這個芭蘭是新鮮做的 它放的時間 可能不會太長 最好就是兩三天 可以煮兩三天 放雪櫃 拿出來 叮一叮 就可以再喝 來吃